大象花盆教程来了,首先拿一个物体固定,对着瓶子画一圈直线,再用硬币或者瓶盖代替画波浪花边。 不会画的姐妹慢慢来,沿着线条把整圈都给画上。 沿着花边都画好了,然后拿一个纸皮给大象画个耳朵,不会画的,姐姐看着图片慢慢地画。 纸皮上画好过后再用剪刀剪下来,等于会备用。 剪好之后,用一个小的硬币给大象画上眼睛。 用油性笔全部把它涂成黑色,再用一个牙签掏一下眼睛。 这样做的眼睛更简单。 两边的眼睛对称,同样的方法做,再把剪好的耳朵贴在瓶子上面,两边对称画。 用一样的方法,把两边都画一样的哟。 全部画好之后,再把大象的额头画出来,沿着瓶子的上半部分慢慢地画。 一次画不好没有关系的,可以把它擦掉再重新画一下。 你看一个简单的大象花盆就画好了。 拿出我们这个多功能电热刀切割,可以插电用,可以不插电用。 我用的时候没有插电用。 切割的时候两个手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,左手尽量在右手的上面,以免误伤。 平身太硬的,要用吹风给它加热一下,吹一吹再切割,这样切割更轻松。 切割时斜着45度角切,手腕用力轻轻往前推,这样的方法切割更轻松。 慢慢切哦。 姐妹们,切到后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一点。 切割好了,把大象的耳朵往外面扳一下。 喜欢花朵的,可以做两个花朵,给大象点缀一下更好看。 花朵尽量打孔,穿上去固定,这样花朵更牢固,不会脱落。 花朵的背面也用打火机烤一下。 种花的姐妹,把电烙铁换上源头底部打上漏水孔。 我的没有打拿来做收纳盒。 1个月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